- 打個波比 - 不帶了這藥瓶 - 戴多蘭頓 - 死人 - 其實上把真不應該數的 - 武器大師 - 一點也起不來 - 推我一個塔 - 其實這倒無所謂 稍微等我推两拨线 中路就就就只要别打一拨就行 真的就是老爱干价 那少个人也不看就硬干 就硬干 乐意干 我就发现这是路人确实是就乐意干价 少人也干 不看人在哪儿 你知道吧 都 也不看人到底在哪儿 也不看到底能不能打 就硬干 为什么这个波比的盾往自己身边 飞呀 我又用了 刀就像是美丽的 就会有什么地方 那不看人大分比我还要 我贴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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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地方 我贴上的地方 我贴上的地方 他已经没药了,他还有一个饼干,我们也是没药的,我们也有一个饼干,现在我们是优势 前击压锅比,还是可以压的 你要入侵可以,这边我优势 优势入侵也去,我们也去啊,跟过去 没打 没用锅比,没障害 不过比前期伤害太低了 我们这波资源是必赢的啊,就这波资源是百分之一百赢的,不可能输 因为我的兵线是优势的,中路随便玩,随便来也玩就行了,我这边有点炎,也就说这能力很强 有钱人 哪有钱人 还不知道 那是什么 哪有钱人 那是一扒 没关系 好好補一半兵 燒搖我不到,但沒用 好閃 我有血 吃藥,加移動速度 我都看人好像是要A出來了,你知道吧,他應該是吃藥加移動速度了 三百六十多移速,我是三百七 剛才這班沒殺了,所以我就不用了 應該殺他一不然的,算我節奏了 對,但是… 會有鏽子,好有鏽子 對,所以會有鏽子 對,就不,但有鏽子 要不,我是要不,可以 對,我們可以 對,我們上傳 我发现自从我这不出水晶屏以后啊好像对象还比较的好打 水晶屏那个东西确实是有点害人 总路单杀一般潘森可以杀 我伤害够 他怎么玩 这边入侵也许非常不明智啊 因为我上路兵线是没到的你知道吧 我没有把兵线处理好他去入侵这波如果队员资源过去我是一点办法没有我跑的会特别慢 你看这波比过去了可以打这波可以打这波可以打这波可以打我上路兵线推过去这波比得收兵了 可以打算 看着瞎的打完的瞎不先锋 从来连瞅我一眼都不瞅 但是啊 打野是有打野自己的节奏点 你知道吧 不要说是打野一步来 哎呀 打野为啥不来帮我呀 打野为啥不来呀 把俩杀的可能有点费劲啊 打野有自己的节奏 这是非常好的 感动中国 三层再放 先别放 现在放拆不掉 这就舒服了 你知道吧 这波比就没用了 你把上路一拆 我打皮一次 游戏结束 这把我压了这波比三四十刀 诶 这就舒服了 你知道吧 诶 这就舒服了 你知道吧 这不是谁了吗 回家 再创一刀 你看他没办法 他就只能在上路发育 你看他没办法 他就只能在上路发育 他也支援不了 这边我下去直接爆炸 知道吧 直接爆炸 但是我不去 我选择上路收一边再去 因为我们家队友打赢了 攀身的船 攀身 来人了呗就是 做大点事 来 飞 去飞 这巴德干啥去了这巴德 又好 溜溜溜 溜溜溜 我有戏 这巴德加速 咋办啊 咋办啊 啥玩儿愣啊 ADC没来 应该死不了 这一把呀 又是一把没有银头的决 那艾克的银头啊 我就是坑吃别度我拿一个 真的 他只要不死就行 这哭 Garbo 这一把 fore刀 不知道 比切是不是已经废了 第四个 嗯 別死了 潘森我能耍 在這兒擋一下 破壞了 弱小媽 不知道这个潘森会不会飞啊 小龙拿一刀吧 为啥左依会被艾克给单杀了 这不科学呀 这巴子哥绝对内鬼 这巴子哥绝对是内鬼 把他投出去 拿下 狐鹿娃救爷爷 一个一个来 峡谷先锋50滴血再创一刀 红种路直接拿下 666666 真敢上啊 这主要一救不了 死了得了 咱们各凭本事好玩 怎么这么烧呢 这艾克 你烧什么我就没明白了 你有什么好烧的 直接赏了得了 走了 小龙给他们吧 2-7的玩了有什么好烧的呢 就不明白了 就不明白了 希望有什么好烧的 看见没这把帮我把那个 这把帮我把一塔拿下来了 看没看到是一种什么情况 就我们可以一支团 我不用再就收线了 我还收什么线 我就一直跟他们打架 我就把我战机打成716 然后咱就无敌 是不是 ADC再把师傅塔赢 这就是团队撤重点 他也没吧 他不一样 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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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咱的战绩是不比上把那武器好看 死的最少 杀的最多 但我不是说我邀功啊 我只是说有些人吧 输了吧 你就别老说我没有用 我干啥没用呢 你说 我为啥没有用呢 输了咱也是有用的 只不过呢 就是相对于对面的人就是 小一点 当然帮我也有可能会输 也那家下路特别谁的情况下 也可能会输 不急上啊 我们这边没大 我又有大我就上了 那潘神看着我没办法 下路可以拆 拆下路吧 拆下路拆下路 在那边 墓上有那天 没有 核心 操伤 差路 呃 分 可以推 战神可能又闪现了战神 这边的AD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 小龙 我就不打了 你们打吧 这大龙打完高地推不掉 我都 不应该呀 千万别让他小黄毛 或者是 艾克拿到银头 千万别让他们拿到银头 这两个英雄 祸患你知道吧 没了 刚回甲 这里有个眼 队友都在中 我们这边不上 其实可以拿大龙 可真是 有点 这部门 你还不错 今天 这个队友是 这些队友跟他很滑 也不错 是 那也晃到那儿了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兄弟们 艾克尔起来了 艾克尔银头拿得多了 我估计他过去也就是满意正义 够呛 小龙吧 拿他吓掉小龙 猴哥稳点猴哥还不稳呢 猴哥咋样算稳呢 猴哥稳点 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没办法 我这儿大人家疯着我我也不能直接上高地 我没有人什么好开你知道吧 不是很能开得到人 你猴哥都死的最少杀的最多了还不稳点 还不能还不够稳 你猴哥都死的最少杀的最多了还不稳点 那你说怎么算稳 猴哥难呢 小龙吧 他们家的阵容 确实不太好能切得死人哦 差两百块 等我这波冰收完 别走了 携手有闪可以进他 这波可以打 打完拿下直接一波 而且左一他没蓝 炮车收了我16 我们的数据 那银 mein 不是 我 你 你 没有 我 要 我 我 这 这么 你 有 你 我 我 你 我 就算了 我感觉我中路来一波应该能赢 这里有没有哑,这里没有哑 别着急 我操 我在后面的一打三,我的妈呀 输了 打不过 他们家的辅助宝的他 加个波尔比肯定打不死 到这儿了关键都是 他要是在平地这边,从这边直接追,我倒能追死他,你知道吧 不行了,打不赢了 前面一个潘神加一个艾克把我们家四个人全杀了 三个人吧,应该三个人 健碳的 这个EJ呀打不死 我帮他们杀前排也打不过,我帮他们打后排也打不过 怎么打也打不过 巴德不用非得跟着我去 不行把那扇子妈杀了 其实杀扇子妈也行 小黄毛,一波来 机会 三身清不了兵,算着妈能清兵,没事能不能一波 来,一波来 好机会 杀人也行其实 然后猜他 游戏结束 拿下来的哈 你不愧为 中寒帝侯 这种机会都可以让你找得到 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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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机会